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因在于糖尿病患者血糖异常 身体长期处于慢性发炎的状态 一旦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很容易发生免疫力失调与凝血功能异常 还有血栓进而导致器官受损 而且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的报告 在2019年大约有4.63亿成年人是20到79岁患有糖尿病 也就是11个人之中就有1个人患病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帮助糖尿病患者呢 我们今天将请专家为我们详细解析 首先还是关注一下这则最新消息 连日来 苏州四线疫情已经扩散到安徽 江苏 浙江境内的12座城市 令当局相当紧张 而四线这座不到80万人的小县城 划定了100多个高风险地区 启用了3万多间隔离房 转运了3万2千多人 近期 苏州市应急防控指挥部还下发通知 要求开展三轮大排查 三日内实现社会免清零 否则将对干部村党组织问责 网民质疑 问责就能解决疫情 三日清零 病毒同意吗 讲点科学好吗 不久前 中共国务院公布防控方案第九版 令外界认为当局有意放宽防疫措施 以挽救摇摇欲坠的经济 但是 随着近日各地疫情再起 各种防疫手段再度出笼 让民众非常反感 好的 今天的直播 欢迎观众朋友加入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主传中医师苏荣医师 大家又称他为荣大夫 哈喽 荣大夫您好 谢谢您好 观众朋友们好 好 那其实呢 最近确诊新冠的患者呢 虽然没有以无症状还有轻症是比较多的 但是有些感染者康复之后 还是可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后遗症 而且根据一项研究显示 糖尿病跟染疫互为因果 所以除了先前就知道本身有糖尿病 一旦染疫之后更容易引发重症之外呢 染疫之后还有三成的重症患者 所以其中可能就会引发糖尿病 其中男性的风险还比女性的风险更高 激增了四成 所以如果想请教荣大夫 中医也有糖尿病的说法吗 那中医有没有好方法可以来治疗糖尿病呢 中医没有糖尿病的说法 古时候中医是没有这个说法的 但是有类似的一些病名 跟我们现在的这些症状 以及治疗的方法是对应得上的 就是像消可 消丹 热丹 这样的一个名字 还有什么三消 三消就分为上消 中消 下消 它是根据我们糖尿病呢 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症状 它对应的不同的脏腑 就取出不同的名字 那上消呢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上部吧 我们把这个身体啊 就是这个五脏所在的这个区域呢 我们又把它分为三胶 像我们的横隔膜的上面是心肺啊 这就是上胶 上胶这一块呢 它就是有一个消可的症状 就是口肝 这样呢我们称为上消 那中胶呢就是我们脾胃所在的区域 在中部啊在肚脐以上 在我们的横隔膜以下这个区域 那这是中胶的地方 这个地方出现了消可的症状呢 我们叫中消 那肚脐以下啊就是这个区域呢 主要是肾啊 旁观这个方面出现的问题呢 我们呢就叫下消啊 它有不同的名称 而且呢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消可的这个病症啊 它其实跟我们现代的糖尿病的中晚期的这个症状是非常类似 它有多饮啊 多食啊 多尿啊 还有人体消瘦啊 就是已经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 所以我们了解到其实这个中医也有不同的 也有糖尿病这样的症状 但是就是不同的叫法 那其实中医也可以治疗糖尿病的 所以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就是中医治疗糖尿病的情况 比如说有没有糖尿病患者治愈的情况呢 有啊糖尿病患者啊 像比如说一个典型的例子啊 他呢40岁 已经打这个胰岛素呢 已经有一个星期了 他太太呢就说 哎呀你去找容大夫 因为他是我的患者 他太太是我的患者 他说因为他希望他先生呢 不要一辈子用胰岛素啊 那么他就来看我 看我的时候呢 他还不光是这个血糖身高的问题 还有什么睡眠也不好 然后人也乏力啊 人到中年应该是身体是一个最好的时段 但是身体就不是太好了 那么我就问到他一些生活方面的问题呢 发现他最大的问题在他吃的问题上 所以说他这个病呢 可以说是他自己弄出来的病 那么他要把他治好呢 他自己也要做一个很大的努力 我们只是从旁来帮助他 我就给他做针灸啊 开中药给他吃啊 但是呢我跟他说一个道理 我说你你这个生活的这个规律啊 是不符合自然的法则的 因为我们中医呢 讲这个按照时辰啊去养生 你吃的时间 你睡的时间 那都是有讲究的 那你完全打破了他的规律呢 那你就会导致多种疾病 那糖尿病只是其中的一个 他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就是因为他是做IT的 非常的聪明 他是搞软件设计的 搞设计的人都是这样 很投入的啊 他早上上班以后呢 他就一直做他的设计啊 就在电脑上面 那到中午他也不想吃饭 那也不好吃 中午的那个单位的饭也不好吃嘛 而且他很投入啊 他就想一心把他的工作做完啊 那一直到七点钟下班回去八点钟 那这个时候太太就做了很多的美食啊 那他这就可以放松一下了啊 就可以享受一下生活嘛 那一边看电视啊 一边吃美食啊 从八点到十点 他吃两个小时 就吃了很多很多 他要把一天的这个食物都要吃进来啊 那这样他再休息一下就是睡觉嘛 所以他睡觉也睡得不好 那第二天早上他当然他不饿呀 他没有一点饥饿感 所以他早上也不吃 所以他实际上呢 他一天只吃一顿饭 那这个这一顿饭呢 吃了这个时间又是特别的错误啊 从我们中医的观点 我就跟他讲一番道理 我就说我们的时间 在哪个时间吃早餐 哪个时间吃午餐 那晚餐又在什么时候吃 怎么吃 我就跟他讲这些道理之后呢 那我就说你这个食物啊 你现在呢要把它 比如说你把你的晚餐的食物呢 分成六份啊 那么你要把一半的食物分到这个早餐去 尤其是你那些淀粉类的食物呢 大部分都到早餐 还少量的什么高蛋白的饮食啊等等 丰富一点早餐啊 那你中餐的话你必须要吃 那么中餐那你就可以吃到六分之二的量 那高蛋白的食物呢 中餐要吃 到了晚餐才六分之一了 那就是一些蔬菜啊水果啊一些汤啊 就是很清淡的啊 你这样去吃 我然后跟你做治疗呢 你这个情况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 哎他真的是非常的听话啊 就是有的病人是不那么听话的 其实你的病啊是你造出来的 那么你要对你的病负责任啊 那其实那你是珍惜的是你的生命吗 他真是有点丧失闻到情而行之啊 他就立马执行啊 等到他一个星期过来的时候 他就非常高兴了 他告诉我 他说我的血糖已经正常了 他说我的医生给我检查了 我是正常的 他告诉我说我不用打胰岛素了 然后呢我的体重还降了两公斤 然后我现在白天精神很好 我晚上睡得也很好 那就非常的好 然后呢我接着又继续给他治疗了 他再过一个星期来的时候呢 他血糖也是正常的 体重又降两公斤啊 就是整个身体状况很好的时候呢 他也就多做一些运动了啊 这样就更健康了 他几个月下来呢 他所有的病症都没有 然后呢 他的血糖一直是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这还不说 就是他的太太呢 西年没有怀上小孩 这个时候也怀上了小孩 可能原因就在于他嘛 所以呢 那 最后呢 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子 还抱他给我看 非常高兴 所以这个人呢 他几年以后啊 他就再也没有复发 而且身体非常好 肚子就是平的了 他当时还在受生涯 是200斤嘛 他在一米七多一点 整个肚子非常的大的 就非常的健美 就是说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话 我们可以帮他 他自己也能够帮自己 刚才你讲的这个案例 这个效果真的是太神奇了 所以看来除了中医针灸 可以治疗这个糖尿病之外 那健康的生活方式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可能跟一些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本身就是导致 或者是加重糖尿病的因素之一 那能不能请容大夫 在为我们介绍一些 人体的一些生物中 我们应该在什么时间吃饭 还有什么时间休息 起来是比较符合自然规律的呢 我就介绍一下 跟我们这个进食相关的这个时段 我们在什么时候正确的进食 正确的休息 我们从7点开始 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 它是我们的未经当应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一天是24小时 24小时古人就把它分成12个时程 每一个时程就两个小时 那么每两个小时一个时程 它就跟一个经络对应 就有一个经络在那个时段里头值班 那个经络它又是对着这个丈夫的 对应这个丈夫的 那7到9点它是未经当令 那么它对应的就是未经 胃就是吃食物装食物 腐出水骨的呀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呢 你吃进去的食物呢 你的胃能够最好的给你消化 给你利用 然后呢 到了下一段时间 就是9点到11点的时候呢 你的皮筋就当令了 那你的皮呢 它有个功能 它就是把你这个消化 吸收的这些营养呢 输不到正确的地方去 那你如果说你在前一段时间 你都没有吃东西 你的胃也养不好 它值班的时候 它没事可做 那接下来皮也没有工作 它没有东西可以输送 那你身体也没有能量 你也会乏你 而且这个皮呢 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运化水湿 就是说你身体的这些水湿 它可以给你把它化掉 如果你不化掉会怎么样呢 就会生痰生湿 所以这个身体里面 那些痰啊 湿啊 就是我们吐的痰 我们知道这是看得见的痰 我们中医叫有形之痰 而看不见的痰呢 就是无形之痰 像你的这个血糖 血糖升高 你去血液里头 有太多的糖了 就超出了正常的这个量 那这种情况呢 也是属于中医的痰 无形之痰 那你的皮就可以跟你化 但是你的没有养好你的皮啊 所以你的皮也跟你化不掉 所以你这个糖尿病 可能就会恶性循环啊 那你接下来的话 我们从11点到转中1点的时候呢 那是我们的心经当令的时候 那心呢 它对应的呢 就是君主之官的心脏 那我们心脏是最辛苦的 它要24小时不停的工作 一辈子都要为你工作 从来不能休息 而且呢 到这个我们 这个称为50的11点到转中1点 这个时段呢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那在宇宙中 我们因为天人合一啊 在宇宙中呢 在大自然中呢 这个时候是阴阳交接的时候 这个阳气呢 它已经升到了最高点 然后阴气也开始就产生了 已经有一阴升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阴阳交接的时候的话 就像一个朝代的根体一样的 它会有动荡 那宇宙中它这种阴阳的交接 其实也是蛮容易出现危险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心啊 作为一个君主之官 它来亲自来值班 那你要给它一些支持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 为什么中餐你要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呢 因为这个时候的营养 它的能量是非常的 就是金砖的 给你一个心脏 一个很好的支持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从1点到3点的时候 那么就是我们的小肠筋当令的时候了 其实小肠跟这个心啊 它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 这个小肠 它是可以带心去执行任务 去发布命令 去完成任务 做一些事情的 因为小肠和心的关系呢 就是像夫妻一样的 就是心脏呢 它是属于一个阴性的一个丈夫 而小肠它是属于阳性的丈夫 他们都是属活的 所以这个小肠它就在外面 阳的部分在外面 就会做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你没有营养的话 那小肠的能力变得很弱 另外小肠它也是在继续的 帮我们吸收水谷精微 营养物资里头的一些非常好的东西 来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 所以你没有在正常实验室 这个时候也得不到 你该得到的营养 那接下来的话 到下午3点到5点的时候呢 那就是膀胱筋当令了 我们说膀胱筋当令的这个时候呢 就是那排小便呢 我们身体有很多的毒素啊 从小便排出去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喝水的最佳时间 你看英国人他非常的聪明啊 他把我们的茶引进到了英国 把我们的茶文化也引进到了英国 他把这个时间3到5点呢 就设为喝下午茶的时间 这是非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方法啊 所以呢 你要是有条件 你们单位有条件 有的单位他在这个时候 他就是可以去喝下午茶的 你就不妨休息一下 或者是你自己给自己准备一些茶饮啊 在小朋友可以去锻炼啊 去活动啊 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 那么到了5点到7点的时候呢 那就是我们的圣经当令的时候了 这个圣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 它是主宰你生命的 整个的生脑壮死 整个生命的过程 你的生命的密码啊 就在这个圣里面储存着 而生呢和心呢 它又是这个相对应的啊 相对应的一个水一个火啊 它们的能量是直接对冲的 所以一脏得病 很快就会影响到另一脏 而且我们糖尿病人呢 就是小便很多呀 这就是肾出来问题啊 在我们中医的肾啊 就是说所以你要去养肾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吃一些 比较清淡的东西 尤其是对肾好的东西 一些养肾汤啊 比如说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天和冬天的时候呢 那更是一个养肾的一个好时节 那么现在呀夏天呢 我们也吃一些清淡的水果呀蔬菜呀 这样清淡一些成年人呢 那当然小孩子 他是跟我们成年人不一样 他小时 他晚上呢也要吃得多一些 因为他在长个嘛 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成年的糖尿病患者呢 你晚餐要吃的清淡 那接下来的这些时间呢 他就跟整个消化系统没有一点关系了 所以你到了很晚的时候吃啊 那你七八点八九点吃 那些接下来的器官都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且一到半夜之后 我们这些器官都需要你的身体处理安静的状况之下 这样你的这个他们的才能最好的发挥他们的功能 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吃下去的东西呢 他就堵在你的胃里面 不能消化不能吸收 而且呢他还会影响你休息 所以呢我们要按照这个一个正确的这个时间啊 我们的人体的这个生活中去这个生活 这样呢你才能够身体更健康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很多人尤其是糖尿病人都在进行一六八断食 我想很多人都了解 就是尤其是想要减肥的人 经常听到一六八一六八断食 这个一六八断食可取吗 那断食的时间是不是也有讲究呢 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做了一六八断食的人 都是不吃早餐的 那这是不是错过了最佳的早餐时间 不利于健康呢 农大夫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确实是这样的 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案例 不仅是理论上是这样的 而我们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讲的这个年轻人 这个他就是这样的呀 他一天只吃一顿饭 他不只是一六八断食 他就是时间更长啊 但是他断食的时间是不对的啊 你看我们中医 我们那个其实就有一个天然的给你断食时间啊 古人其实也都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断食时间嘛 很多修道的人是讲过五不失 那我们到了三点以后的话 我们所有的消化系统都不工作了 作为成年人 尤其是比较胖的人啊 而且你的生活也是比较有规律 你又不用去职业班啊 那么你到三点以后 你基本上就不用吃 至少不用吃主食啊 就喝点汤啊 吃点很清淡的东西就可以了 你看从三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 那是不是已经是有16个小时啊 那个时间你不吃东西 反倒更好嘛 而且你睡眠也会好啊 你看就是说 你说有的人吃那么多东西 他睡不着的 因为这个胃里头全是装满了食物 那个食物就堵在那个地方 我们睡眠的时候 我们需要就是安静嘛 它是阴气很肾的一个时候 那阴气肾的时候呢 那你身体呢 也是要去保持一个沉静 这样的话让这个晚上值班 因为这些都是 白天值班的一些丈夫 到了晚上啊 就是胆啊肝啊肺啊 他们去值班的时候 他们不喜欢你去打搅他们 那你的胃还在那里消化食物 在韵化韵化 在不停的在打搅他们 那你就等于是干扰他们 那你就睡不好觉嘛 尤其是你长期这样子 身体又不好 那你的脾胃呢 我们说是中胶嘛 它是一个中土啊 它是属土的 那我们把人的整个身体呢 我们这个躯干部位呢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太极来看的话 那我们的心啊 它就是属火的 它就是一个羊的部分 那我们肾呢 它就是属水的 它是一个阴的部分 那阴阳要交接 水火它要交接 它只有交接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很沉沉的入睡 你入睡好了之后呢 那你的功能才会好 你的身体才会得到修复进化 那你整个就说 你的皮肤在中间拦着 装着那么多的食物 这个食物又不能消化 其实都可能很多层的垃圾嘛 那挡在这里 你的阴阳也是满意交接的呀 它横在中间 所以就说我们人生与天地之间呢 我们是阴阳的产物 是阴阳的造化 我们说大自然啊 它就是有这个阴阳啊 阴阳之气呢 产生了这个生命 产生了人 我们人中也有这个阴阳之气 我们和天地是相应的 是相交的 你跟它对着做 那你当然你就会 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啊 就好比说你去上那个扶梯啊 你上扶梯你要到二楼去 你已经上了扶梯 你现在想啊不对 我要下楼 那你就冲下去 如果你年轻 你气势你动作快 你比扶梯的动作要快一些 那你可以下去 如果说你身体已经 就是有病了又老了 无力了 你的速度跟不上扶梯的这个速度 那么你就还是会跟着上去 所以你用你的这个人的 有限的力量 跟大自然的力量去进行对冲 对撞的时候 你真的是要消耗你很多的内功啊 然后就是 所以说很多病 它就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 我们自己制造的疾病 那现在我们要把它回归到一个 正常的一个生活的轨道上面来 那这些病 很多的病会自己就会自愈的 刚才这个容大夫您的比喻 这个手扶梯这个比喻是非常的直观 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 我们真的顺应自然走 就会速度快而且是顺的 但是如果逆向走呢 就可能会造成一些困难 或甚至失败啊 或甚至遇到一些障碍阻碍 所以难怪你刚才说到168断食 有的人就非常成功 也很健康 但是有的人就得很多病 所以断食的时间不对 就是我们人体就有天然的断食时间 那刚才容大夫也提到 是从下午3点到凌晨的7点 刚好16个小时 所以168断食的朋友 我想其实可以参照一下 在这个时间健康断食 符合古老的中医 对人体的生理规律的认识 是不是这样是更好的 是 没错 好 那说到这个有些糖尿病的患者 有严重的症状 比如说像一些极度口渴 因为三多一少嘛 极度的口渴 怎么喝水也不解渴 那遇到这个情况应该要怎么办呢 对 你这个口渴 这个就是属于我们中医的上销 上销就是上部的消耗 消耗就是消耗 消耗得很快 就是你上销 就是因为它跟肺是相关联的 它是管水 肺是管水液调节的 那你这一块已经出问题了 我们的脾胃 它把这个营养吸收进去以后 它可以输不到这个心肺 然后我们的肺 它再把这个水分输不到的 其他的脏腑器官 同时它输不到皮肤 然后输不到我们口腔 咽喉等等这些部位 那你这个肺出了问题 肺阴虚 肺气虚 肺有燥热 那当然你这个就会影响到 你的口干舌燥 那么我们要去治疗 就是这个上销的这一部分问题了 那我们就要去滋阴 去清肺 去这样去养 另外你的脾胃也要去养一养 这样的话就慢慢的 你这个情况就可以得到 缓解 那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方法来做的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育拳丸加减 它就是可以生津 止渴 又可以养肺 那我们 但是呢这个方子 当然就是说我们的朋友 就说需要找中医师 跟你去调配 因为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 它有差异性 就是说单纯的一个口渴 那有的人有很多伴随的症状 有的人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口渴 所以呢它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 如果是情况不严重呢 我们就单纯的食疗 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如果是严重的话 你配合食疗呢 配合自我的养生呢 也能够有更好的效果 比如说蔬菜 蔬菜方面 有很多蔬菜是可以帮我们解渴 就是化解这个极度口干的问题的 比如说这个苦瓜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蔬菜 因为苦啊 苦入心就可以降心火 可以清热 那它把你的这个热清了之后呢 你就一种清凉的感觉嘛 就去掉这个燥气和热气 那么就是有滋阴啊 可以运造啊 解渴的功效 我们这个苦瓜 你可以炒着吃啊 做汤啊什么 就根据你的口味就可以了 那像冬瓜呀 芹菜呀 这些丝瓜呀 你都是可以就随便炒菜吃 那个萝卜啊 它是非常好啊 就是我们可以用它来煲汤啊 或者是青草啊 甚至于凉拌啊 也都是可以的啊 像我们那个口极度渴的人呢 可以吃一些比较深一点的菜啊 就是把它处理干净就可以了 尤其像这个鼻气啊 棉藕这个啊 它那个生经止渴的效果 非常的好 它本来就是长在水里的 但是你做的时候呢 你不要就是煮的时间太长了 差不多你煮开一分钟到两分钟 主要是把它的一些 可能有像姜片虫啊 这些寄生虫给它杀掉啊 这样不要让它污染了你的消化道嘛 那吃那个比较深一点的脆一点的 它生经止渴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那还有像葛跟那天花粉呢 那我们就给它用它煮水喝就可以了 它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就是非常的清淡 但是生经止渴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那么就说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话 很多人其实它是有虚损的情况 我说它肺啊皮啊肾啊都是一般都是比较虚弱的 那我们说这个肉类的食物呢 它是就是我们说母醋为益嘛 内经里面讲啊 它可以补益你的身体 你不是虚损吗 我就给你多一些补益的东西 把你的虚损就可以补回来 那我们这个肉呢也有讲究 我们要吃一些可以养阴生经的肉 比如说这个兔肉啊 兔肉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是一个良性的啊 它是一个良性含良性的这个肉类 在肉类里面的这一类的性质的肉呢 就是就是你很难碰到的啊 兔肉你口渴的人啊 你吃这个兔肉呢 就可以解你的口渴 那我像我有一个患者嘛 它呢就是因为它不想用任何的药 它是糖尿病患者 它自己就把这些糖 就是它血糖的这个药 它自己就把它全部都停了 但是它出现一个症状 就是极度的口渴 它说我喝多少水都解不了渴 我也吃蔬菜啊 也不行啊 那怎么办呢 我正好就是市场上就是有兔肉 我说你把那个兔肉呢 你买来啊 就是红烧就可以了 你就给吃那个兔肉 它就是解糖尿病的口渴呢 它的功效非常的好 其实它不仅仅是跟你解除口渴 而是它可以给你养阴生津 可以养这个脾啊肺啊肾啊肾啊 它有这个武艺的作用 所以呢它可以治本又可以治标 像还有猪肉啊鸭肉啊海参 它们都是有这样的功效 没有这个兔肉那么强 但是呢也是有一定的功效 这些呢你就可以都可以做的 吃和蔬菜一起做 那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还有一些禁忌啊 就是说因为有些东西 就是你自己弄出来的 比如说那个油炸的呀 烧烤啊火锅呀辛辣的东西呀 那这些食物它就是能化造 生火的就耗掉你的阴晶 那你口渴你就吃这些东西 那当然你就是说 就是雪上加霜啊 你自己就等于是在害你自己啊 你就要避免这一类的食物 那还有一些辛辣的食物呢 它也是容易伤筋的啊 所以呢伤害你的筋就是筋液呀 天筋的筋伤你的这个筋液呢 那么你当然就是这个就会出现口渴 你没有筋来化身啊 那还有就是说熬夜 熬夜就是熬夜我们先前讲 睡不好的话 那你很多脏腑在晚上 它不能修复 那晚上也是养阴的一个时间 那白天是养阳 我们睡应大自然嘛 白天阳气多 我们养我们的阳气 晚上要养阴气 那你熬夜的话 那你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睡眠时间 我们说11点以后的话 最好你能够处在熟睡的状态啊 尤其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 要注意这方面 那你就会 这方面的口渴也会得到改善 那还有操心啊 就是操不完的心 很多心其实不用你去操心 我们说操心怎么也会耗你的音呢 它耗你的是心音 你要用心去操劳啊 那你的心音就会被耗省 你的心音耗省以后 心肺同源嘛 所以把你的肺音也耗省了 肺音耗省 你的肺就不能化身经液啊 不能舒服经液了 口干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这些都要去注意 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一个穴位啊 穴位按摩也非常重要 你看我们就是 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穴位 就是鱼记穴 这个鱼记穴呢 它是这个肺筋的一个银穴 它就是可以清肺热 生肺筋啊 养肺因的一个穴位 这个穴位也非常的好找啊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大拇指的这个后面 这个我们是 我们说这里呢 就是这个掌骨 掌骨的中段啊 赤白肉记处 这个我们手背面的这个肉呢 靠太阳的晒得到的古人 就叫赤肉 我们这个手掌这个肉呢 就叫这个白肉 赤白肉记处 就是在赤白交界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用手去按摩它 去刺激它 你可以用按摩棒 比如说你用一个浴棒啊 这个浴棒呢 它就是浴是很温润的嘛 它有养阴的作用 它又不容易伤害你的皮肤 因为糖尿病 有的人呢 这个皮肉啊 已经变得很脆弱 很容易受损了 可能你不小心 自己按都会按破 那你用这个浴棒呢 它就很温润 用浴棒去刺激它啊 这样的话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 还可以省力啊 那我们还可以用这个牛角棒 牛角棒我们要注意 用水牛角啊 因为还有一种黄牛角 它是黄色的啊 水牛角呢 是黑的啊 这个呢 它就是可以就是良性的 良性的奶呢 就是更好一些啊 那我们也是可以用它来按这个穴位 这样的话 也能帮助到我们 那当然还有像内瓶啊 内瓶穴啊 它可以就是轻胃火呀 还有太息啊 就是养肾因啊 这些呢 因为脏腑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嘛 那么我们就是也可以通过不同的 这些穴位配合起来的刺激呢 那么它的功效呢 就会更好一些 谢谢容大夫的推荐 那我们知道 如果说是糖尿病患者 你有极度口渴的问题的话 那在饮食上一定要特别注意 刚刚推荐的像苦瓜啦 冬瓜啦 这些都可以使用 或者是有兔肉的话 也可以使用 或者是猪肉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当然刚才容大夫推荐的这个穴剂学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按压看看 这样看看能不能让你的 这个口渴的状态呢 可以稍微削减一下 缓解一下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除了就是喝多之外呢 也是会吃多 就是总是感觉到非常饥饿 不吃东西就受不了 但是呢 吃多了血糖就会升高 那最后呢 严重的时候 用胰岛素也控制不了血糖 那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对 这就是消股散机啊 我们中医讲的 就是属于中消 中消的这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的中部 它的脾胃 它的脾胃呢 就是胃里面有火啊 就是早期是胃有火 那最后连火啊 就是都是虚火了 就是虚火了 它就会出现一个消股散机 你吃进去东西 它很快呢 它就会消耗掉 然后呢 就是那你就饥饿嘛 那饥饿之后 你就又要吃 那你吃多了 当然你吃得多 你这个 这个你这个营养物质就多 但是呢 你的脾胃啊 你的肾啊 你的肺啊 那功能都不好了 这些营养物质 你都不能够消耗 转化成能量 能够运用 那么它就堆积 因为它第一步就是产生的是糖啊 那糖就堆积在你的血液里面嘛 那当然你的血糖呢 又会升高 你又不敢吃 那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啊 那我们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要养阴啊 清热呀 就让你的这个肺的这个 把你的胃里面的这个火呢 慢慢降下来 那个胃阴呢 能够充足一些啊 那同时你的皮呢 也要就把它养起来 那当然其他的脏器 可能有些相关的问题呢 进行一个调理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症状呢 就会消除 那你症状消除之后 你就不至于要 过度的要多吃了 当然你的糖尿病的这个情况 也能得到缓解嘛 像我们中医呢 就是用这个像竹叶石高汤啊 那玉铝肩啊 这些都是 就是可以养阴神经的 清胃热的 那当然就是说 你的中医师 可以给你调配 另外可能还根据 你身体的一些其他的情况啊 可能还要养肺因啊 还有可以清肺热啊 还有那个补肾因啊 等等一些药呢 可能进行一个综合的调配 这样呢 对你这个情况 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那么我们还可以 就是说要做一些 自我的这个调理啊 自我的调理 比如说这个糖尿病 这个消股膳肌的人 他有一个 还有一个习惯啊 他吃东西很快 他就是很快 他就吃了很多东西了 他吃了东西 他也不知道 他吃了很多东西啊 就是说吃得快的人 他就吃得多 而且他没有饱足感 他的饱足感 还没有上来的时候 他已经吃掉了很多东西啊 所以他就不知不觉 他就会吃多啊 那你吃多了之后就问题就大 那你要学会细绝慢咽 细嚼慢咽 你慢慢的咀嚼这些食物 那其实你的这个口腔 你的唾液 他也能够分泌出一些消化酶的 他也是帮助你消化的 那你这一个部分 你这么快就咽下去了 你的食物是没有充分的消化的 那你吸收也会成问题啊 那容易产生垃圾嘛 那你就要细嚼慢咽 另外呢就说 你每一口嚼30次 多嚼一些 慢慢的食不用着急啊 这样呢 你也容易产生饱足感啊 你的这个胃呢 慢慢的 他就觉得啊 好像很容易就会饱啊 那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的饮食呢 要清淡 因为清淡的饮食 往往呢 也是偏于养阴的 养阴的这个饮食呢 也是比较清淡 那你一种酌 一些种酌的那些调味品啊 他们都是容易就是化灶化火的 一般他有这样一个规律 所以我们都是强调要吃清淡的饮食啊 你这些像这些蔬菜啊 我们要适当的多吃一些 像我们刚才讲的苦瓜也是 它对这个胃的这个热 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清理的作用啊 那你的心火一降呢 你的胃火也会跟着降啊 火生土啊 那个心火呢 鲜是熟火的 脾胃是熟土的嘛 那你所以说它是母子关系 它是相互影响的啊 所以这个这个药 这个药食食材和药材啊 药食同源非常的好 那还有像冬瓜呀 豆腐呢 豆腐呢你知道你要吃那个 就是说过去呢 用石膏啊 用石膏做的豆腐 就是就是这个豆浆里面呢 要掺这个石膏进去 因为石膏是可以清胃热的 那这样的豆腐呢 你吃它也可以清你的胃热啊 那然后还有像牛蚌 牛蚌它不仅仅是 就是说可以给你清胃火啊 还可以清这个肺火啊 养肺因 另外还可以对你的肾 肾因也有帮助 让你就是说益气啊 就是让你身体有利器 它是有给补须的一个 一个那个药材也是食材啊 像还有芥菜菠菜啊 豆芽姜豆这些啊 都是非常好的 也很有营养 再一个就是一些菇类的 蘑菇类的 蘑菇类的这一类的食物呢 其实它基本上都入我们的肾 都入我们的肾呢 就是可以固化我们的肾 固化我们的肾 就是因为你一固化 肾就会看衰了 而且这个肾呢 它是一个它里面藏着的肾经 肾气 它是生命之源 它是要输不到所有丈夫去的 它是输不到所有丈夫 成为所有丈夫的 这个功能的这个动力 原动力 所以它就会对你的脾胃 就会产生一个支持 所以这些食物呢 都是可以 就是尽量的多吃一些 还有就是说 我们有的人啊 你吃了 就是说正餐吃过了 你觉得你一天的营养也够了 可是我就是还想吃这个胃很受不了 我必须要装下一些东西 这样我的胃会不是那么难受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吃一些低热量的食物啊 那就可以清热呀 养阴啊 像这个芹菜 黄瓜 生菜这一类的菜呢 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清凉的作用 而且呢 你要细嚼慢咽 慢慢的嚼 慢慢的把它咽下去啊 来缓解你的这个胃的这个饥饿感 那还有啊 你也可以增加一些 像坚果 坚果内的这个食物 你就稍微又更有饱足感一些 可能你这个时候 还有点累呀 还有点无力呀 那么坚果呢 也给你更多的能量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 那现在我们还可以 就是说也可以刺激到一个穴位啊 一个穴位呢 就是这个内停穴呢 它是一个降胃火的一个最好的穴位 它因为它是这个胃经的一个银穴嘛 所以它可以轻胃热降胃火 那你的胃火一降的话呢 那你这个消股散肌啊 这种饥饿感 容易饥饿的状况 它就会得到逐步的缓解 所以我们要就是说自我保养 那从多方面入手 那你的整体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呢 就能够就是有一个更好的维护 是 饮食来说 对糖尿病的患者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很多人就像刚才容大夫您提到 很多人会吃不饱啊 或者感觉一直想吃东西 但是刚才提供的这个芹菜 黄瓜生菜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让大家可以如果真的还是觉得不饱足的话 可以吃这样的蔬菜或者是一些 就是一些坚果类的东西 所以我想这个坚果还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吃太多 如果你还是觉得吃饱饱然后又想吃一点东西 还是以这个蔬菜为主会更好 那另外还有就是因为糖尿病患者 它就三多一少嘛 就是尿多啊 然后还有这个吃多啊 还有喝多 那这个尿多的问题 这种情况应该要怎么调理呢 这个尿多的情况呢 就是属于下销了 我们讲上中下 现在就讲了下销了 那这个下销呢 其实它是跟我们的肾的关系是最密切 那到这一步的时候 其实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情形 一般也就是更加严重了 因为它波及到肾了 就久病及肾了 我们的肾就出现了一个虚损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说 你要顾肾就去养肾 这样的话 你这个情况就可以慢慢的得到一个缓解 那么我们在这个食物方面 我们可以比如说那个起菊帝黄丸 我觉得起菊帝黄丸就是它是一味中药 但是现在都是在中国超市里 我经常看到他们卖这个药 所以说像我们的观众朋友 可能你也可以根据这个情况 因为它是它这些成分是比较温和 而且你有这些症状嘛 你已经就是说身体 出现了一些就是说多尿啊 尿也管不住啊 咽尿也多啊 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这个呢 就是可以调理我们的肾阴和肾阳 都可以得到调理 但是有一点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起菊帝黄丸 也可以用六味地黄丸 因为有些市里 尤其市里已经有问题的人 就奇迹地黄丸会更好一些 好 那但是你单纯的也用这个药呢 可能你不能马上见效 因为它是固本的 就是养你的肾的 那么你要让你的尿很快的减少的话 那有一味药呢 它非常的快 它就是桑飘销 这个桑飘销呢 它也是一味重要 但是你也可以采得到 就是说如果说你有朋友在养残的地方啊 那个桑树上面不是残检啊 它是就是桑飘销是另外一种 一种小的那个属于昆虫类的吧 那它结的这个像茧子一样的这样的东西啊 它呢是可以也是可以固肾填经的 它是对你的肾是非常的好的 但是它又可以缩尿 因为这个肾啊 你的肾已固住呢 你的肾气已固住呢 那么你的肾气就相应的就相当于多一些了啊 那么你的肾气呢 就可以帮助你的膀胱去 越溯这个料啊 就会涉住这个料啊 膀胱的气化作用就会增强嘛 那你的小便就不会像弄掉一样的啊 像我们有的患者 有的患者一个晚上要七次 就是每个小每个小时都要去上厕所 基本上是睡不好觉的啊 那我们就是给他进行这个肾的一个调理嘛 那桑飘销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药 给配合到其他的药里面去 那他缩尿的效果就非常的快啊 而且他又是一个补益的一个效果 他没有一个 就是说当然你不是这个症你要不要吃他 是这个症的话他是没有副作用的 那我们的患者他效果是非常的快 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 脑跌跌就七十多岁嘛 差不多第二个星期他来的时候 他小便一个晚上只有两次 再过一个星期来 小便有时候一次有时候没有 就是说也是因人而异啊 有的人的那个情况很严重啊 那你就要时间要长一点 如果是你的情况呢 比较在早期啊或者整体的身体 如果是这个多尿的情况的话 有没有一些食疗方 甚至穴位按压的这个推荐 可以给我们的观众呢 对我们可以用这个穴位的话啊 比如说有一个穴位 它是非常的好的就是这个观圆穴啊 观圆穴 因为观圆你看我们顾名思义嘛 它这个就是它把你的元气给关起来的 就是我们中医认为呢 就是我们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 它跟大宇宙是非常的类似 我们这个大宇宙它形成的最初呢 它就是有这个元气的存在 它在整个的在演化的过程之中 它这个元气呢也是跟着啊 就是说在复不到所有的生命之中 那么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的人体我们产生的时候 也是有这个元气的 这个元气呢就是先天之气啊 那个元气呢它是藏在肾里面啊 那所以但是呢你肾不好的时候呢 你的元气就可能会泄掉 就泄掉了啊 这样你会缩短寿命的啊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元气呢 就是把它关闭住啊 不要让它泄的太多嘛 你知道过去这个修炼的人呢 他是讲就是说气存丹田 也是要加强它的这个元气 因为丹田的这个位置呢 就跟我们中医的这个官员的穴位的这个位置呢 是对应的啊 我们穴位在体表 但是它里面是对应的这个丹田的这个地方啊 那么我们怎么去观园 怎么把这个元气给封掉呢 其中啊就是艾灸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个艾灸呢就是说你的热力 可以穿透的比较深啊 那么加强里面的这个氧气呢 那么这个地方的气一足呢 那那个泄那个元气就不容易泄出去 那实际上呢 你就是等于是补了你的肾气啊 补了你的肾气 你的肾气一强 当然它的能力就强了 它当然它就更有能力去帮助你的这个膀胱 去顾色尿液 那尿液也会相对的就会减少嘛 就是非正常的增多的情况就会改善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还有一个穴位啊 就是那个泰西穴啊 这个泰西穴呢 就是在这个足部啊 在我们这个内怀的这个后缘啊 这个凹陷的地方 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用手啊 经常去按摩呀 或者是用按摩棒去按摩啊 就不一定是用爱去揪了啊 我们爱揪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 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我们要揪一个半个小时啊 揪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 这样它的热力才能够透到比较深 那个效果呢才会更好 那我们说到这个食鸟呢 像我们有一个汤啊 就是这个叫做牛蚌瘦肉汤 牛蚌呢 那是我刚才讲过的 它本身就可以补虚的啊 可以补虚的 那既是一个食物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 那我现在这个配方里面呢 都是用的干药材啊 用黄芪15克 枸杞10克 这个牛蚌呢 就是10克 山药10克啊 再瘦肉是100克 那因为菇类啊 豆类尤其是黑豆啊 都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这些药材呢 我们把它去煲汤 煲汤 你煲半小时 一小时都没有关系啊 就是大火烧开 然后用小火 最后你吃的时候 加一点调味品 像盐啊 这一类的 就可以了 吃肉和汤啊 如果你要换成新鲜的牛蚌呢 你可以放到30到50克 山药呢 也是可以放到30到50克 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吃山药啊 吃牛蚌 这个效果 它就说 它不仅仅是给你缩尿啊 而且把你的这个皮啊 肺啊 肾啊 它都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补益 那么你的身体慢慢慢慢的调理起来了 那你就更强壮 如果你有上飘销的话呢 你不嫌这个汤的味道不好呢 你也可以把桑飘销放进去 放一个午客 桑飘销进去啊 这样的话 就是顾色料液的这个作用会更强 谢谢容大夫推荐的这个食疗方以及穴位 那有没有降血糖特别好的穴位呢 有啊 就是有两个穴位降这个血糖的效果是非常好 非常快的 这两个穴位呢 都是属于精外穴啊 就是说它不是属于我们正经的穴位 我们正经有365个穴位嘛 那它是属于精外穴 是一个经验穴 那效果特别好 一个呢就是降糖穴啊 顾名思义它就是可以降糖 降血糖的 它就在我们的这个手上啊 手腕 手腕的上面的四寸 就是我们的手 从这个手腕呢到我们的手肘呢 它是12寸 每个人都是12寸 那么你这个上4寸 我们就分一下在这个地方 在两斤之间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可以用手啊按摩棒 去刺激它啊 这个降糖的这个快 非常的快 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呢 就叫疑疏啊 疑疏疑就是疑脏啊 因为我们现在呢就发现这个疑脏 它是管这个血糖的啊 就我们古代呢它没有这个疑脏的说法 但是呢它有这个皮啊 这个其实皮呢它的功能呢 就涵盖了这个疑脏啊 这个疑疏穴呢 我们去降这个血糖呢 就是发现效果是非常的好 它就在这个脊柱的第八胸椎的旁开1.5寸 1.5寸的概念呢 就是两个就是两横指啊 这也是同身寸 每个人用自己的手指去测量 旁开两横指 这个穴位呢就是让你家里的人 跟你经常刺激一下 你自己呢经常降 刺激这个降糖血 这个降血糖的效果非常快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你不要依赖这两个穴位啊 就是你一旦有了这两个穴位 我就用它去降糖就好了 我就不用管其他 我只管这个指标 这是绝对不要的 因为你把你的指标搞得正常了 但是这两个穴位 它不能让你的肺啊 让你的皮啊 让你的肾啊 让你的五脏啊 变得强壮 你虽然有一个 就是说正常的血糖的指标 你的身体也不一定是健康的 所以呢我就说你急的时候 我们讲急则置其标 缓则置其本 你的血糖一下标的那么高 你怎么办呢 哎你就去按一下这个穴位 救一下急 然后你血糖不是那么高 不是那么危险的时候呢 那么你就去治你的本啊 把你的整个身体调理好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是固本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降糖穴还有这个移书穴 还是要尽量适当的来使用它 紧急的受用 可以主要是把你的身体调整好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容大夫 因为其实糖尿病造成的神经病变 还有血液循环不良 就容易出现一些伤口啊 或甚至溃疡的问题 还有很多人糖尿病患者 会有糖尿病足 那如果遇到严重的时候 就可能面临截肢的问题 所以想请教容大夫 中医有办法来帮助 这些糖尿病足的人 避免他们截肢吗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其实呢 针灸啊 治疗这个糖尿病足的效果 是非常好 非常快的 以前我们真的是治疗了 很多这样的案例 就是说我看到很多人截肢 我是觉得是非常的遗憾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 因为你到了这个脚部的整个血液循环 非常差的时候 又是肿 又是痛 又是麻 甚至溃烂 有的地方发黑 甚至有的骨头都烂出来了 那你这样的话 那当然西医它没有办法 因为即使烂的伤口 有时候它都没有办法愈合 因为它太虚弱了 那它又找不到方法 但是我们是有方法去做它 这个针灸呢 就是更多的是治标 同时也治本 我们就针灸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竹三里 三阴交 那就是阳灵犬 陰灵犬 还有这个太冲 太西 这些血位 它是有一个局部调理的作用 也有一个整体调理的作用 那另外我们还有就是两个血位 所以是非常关键的 对糖尿病主来说 一个就是八疯穴 八疯穴在哪里呢 就是在我们的 你把我的手 就当成脚的话 它就在我们的指缝 在指缝也是刺白肉脊处 那我们一共有八个指缝 我们的脚上面 那就是八疯穴 这个每个穴位都要砸针 最好你们刺进去的深度 就是它能够有感觉 因为有的人感觉都迟钝了 那再一个就是指尖 脚指尖 每个指尖 这就是十个指尖 都要砸针灸 那然后取针也有讲究 那你的体针是可以留到 20分钟半个小时都可以的 那你取针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补屑的 补屑在取针的时候也要讲究的 我们取针立即就按住 这是补 我们取针之后不按 让它自己的这个邪器 我们称为邪器啊 还有毒血啊 水啊 让它流出来 这就是泄法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基本上你在这个地方 这些穴位呢 我们都是用泄法 只有这个竹三里 竹三里呢 如果你那个地方有的都肿了 那你那个地方也要用泄法了 我们先把这个邪器泄出去之后 我们再用别的方法来给你补 好 那么你就都不要按这些穴位 就取针以后 让这个里面的这些水啊 这些血啊 自动的会 它会流一点点出来 可能就是小米大一点点 但是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因为这些气血啊 它已经淤住在这个地方了 它流不回你的身体 它即使流回去 在西医看来就是毒血 这就是为什么它要把你的腿锯掉 因为这些水流回去的时候 你生命就会有危险 那我们呢 我们从最远端 给你把这些流不回去的 这些毒水毒血 给你放一点点去啊 这样的话 你整个气血就会通畅 那然后呢 我们还有就是 这个针灸啊 就是如果在很严重的时候 你要一天 甚至可以一天做两次 一天做一次的啊 就是 那么我们还有就是说 用一个爱救的方法 就是你的竹三里 竹三里 这个地方要爱救 那么它可以辅助你的振气 把你的整个循环变好 那另外呢 我们就是有一个足欲啊 这个就是熏针啊 这个疗法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加一点药 比如说有艾叶啊 有红花 花椒这样的 一样的时刻 或者你没有你加一点酒 也可以的啊 那我们先呢 是用蒸的方法 蒸的方法就是我们用蒸气 那个但是糖尿病足的人呢 他的这个感觉啊 有的是非常齿钝的 所以你要用温度计去测 或者是你加手去 用手去试这个温度 这个蒸的这个蒸气的温度呢 不能超过43度 在40度到43度之间啊 那如果这个温度在下降下来的时候 这个水达到42度 或者以下的时候 38度这之间的时候呢 你的脚如果没有溃难的话 你就可以放进去 就泡脚啊 泡一个20分钟30分钟 那中途可能水有点凉了 你对一点开水啊 一定要把握这个温度啊 那然后呢 我们还要吃一些这个中药 其中药 中药呢 也是以补益为主 益气 羊血啊 滋阴 然后再有一点活血通过呀 有一点这个清热解毒啊 去湿啊 消肿啊 这样的驱邪为服的 因为它太虚弱了啊 所以我们就要给它一个重要的一个调理 这样一个整体的调理之后呢 慢慢你的这个脚的感觉会回来啊 你的皮肤的颜色会慢慢的变好 你的体力会变好 整体你自己就会有感觉 就是应该是第一次砸针以后呢 你都会有改善的感觉 那么你就有信心了啊 那么就接着不断的做的时候呢 你这个腿这个脚就能够保住 那其实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是很重要的 可不可以请容大夫给有糖尿病足的患者 提供一个食疗方呢 可以的 就是我们用这个黄芪啊 单身啊 猪肉啊 来炖汤 那里面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这个食材 因为它可以益气 可以养血 然后酥筋通酪 还可以去湿啊 又可以补虚 那你这样的一个食尿方呢 那身体呢 就慢慢的这个虚的地方补起来 它的伤口呢 也会慢慢的愈合 然后呢 它的这个感觉也会慢慢的回来 所以我们就是要有一个 一个食物的调理 加上一个自我的一个针灸啊 还有薰针啊 整体的治疗 那么它的效果就会更好 嗯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容大夫 关于糖尿病的部分呢 给予很多的解说 尤其是有些 刚才提到糖尿病足 确实是可以帮助他们 避免他们截肢 我觉得这个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从饮食啊 食疗方面啊 还有包括穴位按摩方面 都给予很详细的解说 非常感谢容大夫 谢谢舅舅 谢谢观的朋友 好 说到这个糖尿病患者 确实在这次的疫情当中 承受了很多的压力 我想除了容易感染新冠炎 会导致重症 我想在疫情下 很多朋友也开始重视慢性病的问题 希望今天容大夫提供的方法 能够帮助大家逆转糖尿病 也可以帮助大家在饮食啊 还有生活上有更多的依据 而不是只靠药物来缓解症状 那其实西医也是建议在生活上啊 要改变 对于缓解糖尿病 也可以起到很根本的帮助 祝福大家都能够很好的 摆脱糖尿病的威胁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还请您按下订阅键 来订阅我们 支持我们 也请分享我们的频道 给您的家人朋友 健康一加一防疫身心灵 每周五天直播 我们一直在疫情下 陪伴着大家 找到一条真正防疫的路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二同一时间 再见